大家我是老徐 这期节目呢 咱们为胖猫的事情 我得说几句 胖猫这个故事呢 说句实话 这个没太关心 但是铺天盖地 架不住讨论的人多 多了以后呢 我不看也得看 这个不看则已 看了以后的话呢 这个说句实话 心里面挺不知滋味 所以我这期节目准备聊聊他 说实话这个故事呢 给我感觉就是 并不特殊 也并没有什么 光怪陆离的地方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阿宅 被一个老女骗了 奔县以后的话呢 他以为奔的是县 他以为去的是恋 结果呢 对方玩的是钱 那么最后呢 结局就是死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 这种故事呢 我说句难听的 我相信在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甚至是每天都在 成千上万次的上演 而且呢 永远不要低估了一个阿宅的 这种 奔赴的决心 为什么这个故事 会让我有一种 有一种共情的感觉呢 因为说句实话 我觉得每个男人 在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里面啊 可能都会有一段 或长或短的时间 都是阿宅 或者说这个在他的 平时的日常的 生活的状态里面 可能也有一定比例 就是阿宅的成分嘛 对吧 因为我不相信 有个人会从20岁玩到60岁 天天就在外面花天酒地 对吧 怎么的你不得 休息个几天再出去吗 而且你说像我这样 坐在家里面录节目 其实也是阿宅 对吧 当然我跟他性质 是完全不一样了 人随着年纪上去呢 说句实话 越来越不喜欢 去凑那些热闹 所以每次看见这个阿宅啊 各种被骗啊 说句实话 心里面还真的挺不烙人啊 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 我就跟你说一个细节 可能你就明白啊 当然首先呢 我必须还得说这个 有人说啊 这个之所以啊 会被放的铺天盖地啊 这个全国人民啊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还是因为要拿这件事情 去给这个广东的梅州吧 那个就是公路他方的这个事情 给他要盖个盖啊 说句实话 这个东西听上去说法 就是阴谋论 但是以我对共产党的理解来看呢 说句实话这种阴谋论呢 你还真的不能不信啊 因为我们有一大帮的人 他们的这个职业叫做网络信息工程师 或者叫信息管理员 俗称五毛啊 所以你千万不要低估了共产党 管理这个国家跟社会的决心和手段 这个暂且不论 不管是故意放的消息 还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传的铺天盖地的这个消息 那么既然是我是在无意中吧 就不看也得看对吧 看到了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就说几句啊 呃 并不特殊 你要知道啊 在中国 有大学 经历过大学教育的人 很少 中国的主体是 不是说没有读过大学 是永远没有机会和可能性去读大学 我在国外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越来越觉得啊 教育是决定一个人价值观的 直接的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 他不能保证一定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怎么怎么好的人啊 但是他一定是高度相关的啊 包括他的这个文明程度 他的同理心 包括他的这个 对一件事情的这种 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 我给你看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里面有八个光头 为什么是八个光头 因为这八个人是关在监狱里的犯人 这八个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在干什么呢 每个人坐在电脑前在完成他们的工作 你猜猜他们在做什么工作呢 你自己想啊 对吧 如果你知道 网络上有人点评你的节目 他的这个人的状态是属于刚才我说的八个光头中的一个 或者说千千万万个那样光头的人中的一个 你还会跟他有什么好讨论下去的吗 没有这个必要了 对不对 那些人的心里面一定是不平衡的 怎么可能会平衡 你想想 对吧 不说这个 咱们说回来 本身呢 这个叫胖猫的这个胖先生啊 也不用去管他叫什么 咱们就暂且称他为这个胖先生吧 胖先生呢 没怎么读过书 没想到呢 这个天赋异禀啊 算是一个不错的玩家 俗称啊 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啊 带你装逼带你飞 对吧 游戏里面你搞不定 我来帮你搞定 我来帮你虐猜 那么收一点 让你爽的这个费用很正常啊 以这样的这个 怎么讲呢 我觉得算是也不容易吧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 打游戏 就是能够养家糊口的 我觉得对于有些的小孩来说 可以 尽管以我这样 这个非常传统的 这个非常old school的这种价值观来说 我依然觉得啊 游戏呢 这条路不值得 广而告之 不不值得去推广 因为不可能每个人在这条路上 都能够挣出一碗饭来 对吧 当然如果你达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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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家 那确实 不是说可以养家糊口 你也是可以甚至 现在已经有消息传说 希望这个奥运啊 能够增加这个项目啊 我也是表示坚持反对的啊 不是说我反对 就是电竞啊 他有这个最高等级的比赛 电竞其实现在就有最高等级比赛 但是我只是觉得那个东西呢 和你的这个physical Olympic Games 所谓更快更高更强的这个精神 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往往你会看到那些玩家 也不是说这个有多弱机吧 就是他不是那种运动员的状态 而且常年的玩这个东西啊 一定是不行的啊 你看为什么那些玩家都是年纪很轻的呢 因为我告诉你人的反应 从生理的角度来说人的反应最敏捷 就是那个年纪 你过了三十以后 你再去玩那个东西 你一定是不行的 别的不说 很多人说以前我玩这个FC 对吧 我的这个魂斗罗一条命 我能够打打什么什么什么 你现在再去试试啊 我家里就有这个掌机 我买了以后怀旧拿来玩的 以前的魂斗罗那什么水平啊 三条命对吧 连续的这个通关 两三遍的这样冲啊 两三遍冲完以后的话 变成十几二十条命了 现在不行啊 现在这个 你你你不调三十条命的话 打到大概第三关就就就玩完了啊 完全是就是以前那些东西都记不住了啊 这个不是重点咱们说回来啊 这个阿宅呢 其实靠玩游戏啊 也玩的不错 网上认识了这个 认识了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吧 谭小姐啊 网上都叫她谭竹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其实我觉得她不应该不应该叫谭竹了 对吧 她应该叫夏竹啊 我做了吧 再聊啊 夏竹呢这个名字 我觉得更配她 然后这个谭小姐呢 别的不说啊 就是怎么 为什么我要说她是捞女的很简单啊 因为 以往上 这个公布出来的这种 两人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啊 这个 他主动去问人家的这个工作啊 收入啊 然后主动的这个 这个在她面前抱怨这个情感上的挫折 挫折啊 对吧 完了以后的话呢 这个把整个的这个阿宅啊 一颗这个 原本就无比可望的心 撩拨的更加的 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对吧 寂寞难难啊 然后呢 她就说了啊 这个哎呀 怎么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男朋友都没有呢 然后果然 胖先生主动的把这句话就递过去了 那我可以做你男朋友啊 然后你看 人家谭小姐 就说出了一句惊天地气鬼神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那你会疼爱我吗 恨 大家别小看 一句话俗话说外行看门道内行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因为我看人看的实在太多啊 三教九流 各种品种其实我都见过啊 以谭小姐的这句话我跟你说精华就在恨这个字上啊 这个字一下子就让阿宅觉得你没把我当阿宅 你看你都不认识我 你都没见过我 你竟然就跟我开始撒娇了 有机会啊 对吧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哪懂那么多啊 说句难听的 十几岁的小孩 对吧 对女人整个的这个构造 到底长哪长哪他都不知道的 哪有那么清楚的概念 所以你说 他是这个该跟人怎么接触啊什么的 他完全不懂的 要不要不然怎么叫阿宅呢 对吧 以至于最后你看他整个的这个在人世间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我不要吃菜我要吃麦当老 除了Donald Trump觉得他说的对以外 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阿宅真是可怜啊 你要知道对于胖先生来说呢 谭小姐的这种存在啊 有如像什么呢 就像小羊身兼一般的存在 什么意思啊 就是对于那些没有吃过生煎的人来说 这个东西几乎是挡不住的诱惑 对吧 当然你说你说像我这种 对于这个吃的东西 特别有要求的人来说 你倒贴我钱我也不可能去吃了啊 首先你这个个头 你这个用的这个死面皮 对吧 还有里面那一包的这个大量的油汤水 我说恨不得啊 那个油汤水 油汤水就肉皮冻啊 有人不知道生煎那包汤怎么来的 就是肉皮冻啊 这个跟小龙里的这个汤 是不一样的 两种做法啊 今天今天先不讨论 我只是告诉你 小羊生煎里面那一包汤 就这个量 我说恨不得啊 那个汤的量直接让让你能洗把脸啊 就有那么多啊 这个东西你乍一吃觉得不错 但说实话 吃了几个以后的话腻得慌 所以说呢 如果你真的是 从小吃到大 或者哪怕说你没有 你吃过一段时间的生煎以后的话呢 反普归真 可能你也会去吃别的东西啊 这个就不说了啊 反正小羊生煎这种东西啊 我就告诉你啊 他对于没有吃过生煎的人来说是挡不住的啊 很多人为了就是他去上海 其中的一条理由就是能吃小羊生煎啊 我觉得真是可笑啊 真是可笑啊 别的不说吧 你说这个你比如说你说东太祥 东太祥如果你吃过一次的话 你再去吃小羊 那么那么就请你马上退订我频道吧 好吧 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先不说这个说回来啊 两人其实中间的这个经过我就不说了啊 大家反正这个新闻里面很快也能看到啊 最后的话呢 就是没过多久就开口要钱了嘛 对吧 反正七七八八加起来 要了 有说是五十多万 有说八十多万 自己中间的也还回去 据他自己说三十几万吧 但不管怎么说 其实他跟他的这个在一起的目的 可就是钱 整个的这个谭小姐的这个谭吐呢 应该说是非常专业 非常敬业的这种捞女 年纪的话呢 比这个阿宅也大了 有那么小小十岁的样子啊 二十七八岁吧 好像啊 而且就是这种这种整个的这个打扮啊 一看就是那种故意把自己整成就像个小羊身间一样啊 就是不懂的人的话呢 会觉得那个东西是美味 对吧 不懂的人的话呢 会觉得那个样子是美女 你要知道劝一个阿宅 你劝他说 哎呀 有人这个问你要钱啊 你要小心啊什么的 我跟你说没有用的 不然怎么叫阿宅呢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种叫恶汉 一种叫宝汉 看过 这个韩韩拍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沈腾的那个电影 第二集 就讲那个赛车的 里面两个汽车牌子 还记得吗 韩德汉死 老德老死 这两种人是不可能能够互相对话的 所以不用去劝那个阿宅 有人这个问你 问你这个要钱就是骗你啊什么 他 你以为不知道 是骗吗 但是说句实话 他这个钱放着他觉得有什么用啊 这些钱能够变成那些寂寞的夜晚 对他的安慰吗 变不了啊 对吧 而且你说这个胖先生 我估计本人的话也其貌不扬 你看他又没怎么读过书 对吧 以这个年纪成为了一个 游戏的这个玩家啊 职业的这个玩家 那基本上平时的这个生活 你也可以想象日夜颠倒 对吧 就好比你跟一个这个 一个礼拜吃五六天外卖的人来说 你跟他说啊 这个蛋炒饭是不健康的 这个汉堡包不是健康食品 你不能吃 你觉得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把你这句话当做空气 所以呢我觉得我我是从来不会去劝 所有我认识的阿宅 我说你不要这样做 不要那样做 我从来不说这种话 我只会提醒他 某些东西性价比高 某些东西性价比不高 至于你要买哪种 你自己看着办 你说你不许买 没有用的 当你肚子饿的时候 你的面前有一桶炸鸡 你是吃还是不吃呢 对吧 你说我想吃披萨 那我就是给你一桶炸鸡 而且将来 你就是再往后的当天的五个小时里面 没有任何食物了 你吃不吃 就是这样的感觉 最后呢整个的这个悲剧 我就不说了 两人的这个奔线 奔线以后的话呢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许两个人甚至 我想说就是连个毛线球都没有 就算是有 这个东西其实 以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来说 都不算是什么事 但是我跟你说 对阿宅就是不一样 那是他的启蒙的 对吧 帮助他开包的 这个伟大的这个女神啊 那在他生命里面 一定是留下 非常重要的这个痕迹的人 所以呢 这个胖先生很快啊 就是想要搬到重庆去了 搬过去以后的话呢 人家说哎呀 我还没做好准备啊 这个你再等等吧 那胖先生也很听话 就在重庆自己租了个房 租了个房以后的话呢 没过多久啊 这个反正最后的话呢 这个戏终究是演不下去的嘛 对吧 那么最后的话呢 这个眼见的谭小姐呢 就是觉得 该玩的 该闹的 对吧 该吃的该喝的 也都差不多了 就这样吧 没想到呢这个东西啊 给这个胖先生造成了这个 可以说我觉得是他人生中 唯一一次失恋吧 正儿八经的 让他尝到嘴里咽下去的恋爱 可能就那么一次 如果你跟我说他之前谈过25次恋爱 突然之间就被这个女的迷的生活电脑去跳河 不可能的呀 对吧 那可能在他生命里面 就那么一回 走了 最后的话呢 他就是 选择了这个 完完结自己的生命啊 然后呢这个事情神奇的地方在哪 没过多久 竟然你看到了一张 长着奇形怪状的脸的 胖小姐的姐姐又跳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女的在说什么 但是以我的这个观感 以我看人的这种经验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但凡一个人 他在那个镜头面前 对吧 跟你这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那哭诉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他图的就是你的银子 根本就不是为了 他所表演的那个目的 什么控诉对方什么呀 还记得有个叫林申斌的人吗 对吧 本身杭州绿城和整个的消防 在整个事情里面的失位和失责 这个咱们不去说 林申斌 当年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拿了很多人的钱 最后他结婚这个事情很正常 但是大家发现 最后那个他给基金募的那个钱 原来说百分之十捐给 捐给那个基金的嘛 也都没有啊 任何一个主动在就是公众的视野面前 展现出自己这个这个好像是丢了魂一样的这种落魄的样子啊 我就跟你说啊 咱们也不说他是不是好东西吧 但是我就告诉你 那些人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他就是为了你的钱啊 所以大家以后再看到这种人的话呢 长一个心眼吧 啊 而且 我说句不好听的 作为 就是 亲姐姐 你怎么好意思 对吧 你自己亲弟弟的这种人血的馒头 你都要吃 我想说你怎么好意思 你还 对吧 说难听一点 你还是个人吗 这个先不去说 最后呢 我想说 这种故事在中国 在全世界 每天成千上万次的都在上演 而且我刚才就说了 永远不要去劝阿宅 不要把钱花在这种人身上 你不要去干什么 没有用的 但是有没有办法 有可能能避免呢 有 我觉得有 我刚才就说了 为什么我对这个胖先生 产生了这种同情呢 因为每个男人其实生命里面都有 有过一段阿宅的时间 或者他平时的这个状态 有百分之三十五十就是个阿宅 所以看到阿宅 对吧 被人玩成这样啊 就感觉有些 不是滋味啊 然后呢我想说 有办法能避免啊 其实说句难听的啊 我是觉得啊 有句话叫这个 有句这个上海话啊 叫做这个 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哎呀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啊 可惜呢这个 教了坏人啊 就是教了这个 教了这个不好的朋友 有 但现在呢我一直说 这句话要改一个说法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孩子是个好孩子 可惜啊 没有叫坏人 什么意思啊 你得比坏人坏 你不比坏人坏 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首先你得知道哪些是坏人 然后呢 你得变成一个坏人玩不了你的人 你在现在的这个社会 立足 还像以前一样 对吧 搞那搞那套像雷锋一样 对吧 不管有人没人信 你自己想想 你这种状态能活在那个社会里吗 不可能啊 每天都在与时俱进 都在不断更新的 是什么 是骗子啊 骗子是最努力的那帮人啊 每两三个月就换一套话素了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话素 所以有的时候 你听到有一个人跟你说什么 说什么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 他说完以后整个东西都合逻辑 但是啊 口音不对啊 他跟你说广 广州的事情 怎么是东北口音呢 对吧 他跟你说整个的事情是发生在安徽 但他口音啊 结果是广东 有些东西啊 你得靠经验 没有经验怎么办呢 你得留心你的朋友 有人说阿宅是没有朋友的 没有朋友总有亲人吧 难道连爹妈都没有 尤其是这个姐姐 你现在对吧 挺着一张奇形怪状 尤其那个鼻子啊 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啊 原谅我 我这个人的观念就比较old school 我始终觉得这个 冻成这个样子啊 我欣赏不来这种美啊 我总感觉这个东西让人看了以后啊 就是原来比如说你这个能吃一块牛排啊 看了这张脸以后的话呢 我我我我只能咬一口我就放下了 我整个的一块牛排我就不想吃了 你如果真的这么关心你弟弟的话 原来你你怎么就不关心你弟弟的这种生活呢 他的这个状态 对吧 如果是朋友的话 你要留心身边人 你要提醒 说句难听的 我是觉得他就是缺什么 就是缺一帮狐朋狗友啊 如果这个胖先生 有一帮狐朋狗友 别的不说吧 重庆的这个娱乐生活 我还是了解的啊 你就带他去洗个几次脚 我觉得也许就没有这种悲剧了 有人说也许是另外一种悲剧啊 对吧 可能是另外一个他和这个洗脚的这个姑娘之间的悲剧 我觉得也有可能吧 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啊 他知道在娱乐场所里面那个东西都不是真的啊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尽管对吧 这个东西也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你架不住啊 他以前没见过呀 对吧 没见过什么是好 他觉得那个就是好 其实以我们的眼光来看 那个女的 是说句难听的啊 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把自己就是批的再怎么的啊 我连一秒钟都看不下去 那个典型的就是个老女啊 如果是朋友提醒了以后 你说这个 劝赌不劝瓢 劝瓢两不交 那以后的话 甚至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我觉得就算是这样也要试一把 如果我的朋友 里面有这种阿宅的话 最近的状态奇怪 我一定会跟他说的 我愿意冒冒这个风险 失去一个朋友 不管他听的听不尽啊 因为有可能就是救了人家一命 因为我是觉得像这种人说句实话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是真的我有这个机会 比如说我发现了一个阿宅 他这个状态明显就是已经被老女盯上了 我会告诉他 我说你现在的这个行为是一个性价比 不匹配的一个行为 我也不跟你说对 我也不跟你说错 我也不跟你说真 我也不跟你说假 我只跟你说性价比 我只跟你聊CP值 你知道正常人的生活里面 建立一个家庭 对吧 完成这个所谓的婚姻 他整个的一个是什么状态 你以后每天的生活 是一个什么样 如果再听不尽的话 你就直接带他去那种聚会不就行了吗 你有机会 让他直接能够接触到一些生活里面 正常的这个场合跟渠道认识的人 这不就好了吗 省得他这个对吧 不远万里还去奔现 我相信看我频道的很多人 自己在生活里面也奔现过 对吧 当然奔现完了以后的话 没有说马上就被人骗了以后 又怎么怎么去报复啊 或者是想不通自己去去怎么怎么样啊 但是我只是觉得 人还是 人还是做好事啊 因为你老是去 消费别人对你的这种同情也好 善良也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 别的不说 你有时静下来一个人 你真的不怕吗 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真的不怕吗 有一天走在路上突然间什么东西 夸的一下子摔下来 对吧 就把你拍成肉饼了 你不怕吗 我觉得剩下来网上那些什么网报 吵架的事情呢 我就懒懒评论了 我只是想说作为朋友 第一呢是要提醒他 第二呢就是 有机会你直接就把他拉出来 说句难听的 以中国这种对吧 管理社会的模式 所谓的这个红灯区 所谓的那种洗头房 所谓色情行业 都是灰色地带 真正能开的 本身都是公检法的人 本身这个东西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合法的买卖 牌照也不让 牌照只有哪里让 澳门 有赌场的地方是可以有 因为赌场跟黄赌毒 是一个必须匹配的东西 必备的 中国大陆来说 因为共产党一贯的执政思想 它是不允许这种东西的 但实际上到底怎么做呢 每个人反正有眼睛自己会看 好吧 其他也也不多说了吧 我只是想说 最后的话 很多人我看点了麦当劳送过去 就是他投盒的大桥 据说麦当劳里面盒子还是空的 我也真想说 这真是现在怎么 怎么这种事情 有时候你听了以后 你就感觉匪夷所思 一个事情套着另外一个事情 对吧 每个事情听了以后 都让人感觉想骂娘的感觉啊 太可怜了 我真的觉得就是 骗阿宅的人的话呢 真的是太可恶了啊 好吧 就说这些 就说这些